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骆总 今天能请到您 真是太不容易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袁总 最近太忙了 理解 理解 您是女枪人吗 平常忙也是应该的 您客气 有了您的加入 我相信瑞克公司一定会 越来越发展壮大 瑞克公司前途无量啊 在密亚时装周上大放异彩 这也是袁总您领导有方啊 您谬赞了 谬赞了 对了 虽然我不参与公司的运营 但是有件事情呢 还想要求证一下 您说 余孝孝作为公司的新人 年纪轻轻的 她就能成为下部项目的 主设计师吗 您刚加入瑞克 可能有些情况不是很了解 孝孝呢 还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设计师 而且呢 也得到了一些行业认可 我相信她假以时日 一定会帮助瑞克公司 发展和壮大的 她这么有才华呀 我在这个圈子里 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这点眼力还是有的 不然 您也不会同我 是 也就是因为相信您 所以才不参与公司的运营的 感谢 那既然余孝孝这么有潜力 袁总 您可得多垂练垂练她 毕竟孩子年轻嘛 还是应该多锻炼锻炼才好 那是当然 我现在已经给她很多的项目 而且也是公司的重点培养对象 我的意思是说 这么年轻的孩子 还是需要再忙一点 明白 明白 我一定会让她忙到 连觉都睡不了 怎么了 杨震 老师 您在哪里呢 在工作室啊 您赶紧找地方躲一躲吧 余孝孝马上就要来了 什么意思 昨天晚上余孝孝给我打电话 说今天来找恒星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 我昨天喝多了 修旺 您好 请问一下恒星老师在吗 余孝孝现在在前台呢 你赶紧躲一躲 马上 把她劝走 您稍等 我去帮你叫一下恒星老师 谢谢 来来来 不好意思啊 余孝姐 恒星老师刚出门 要不 咱改天 可是刚才她 这么不巧啊 没关系 我时间多的事 可以说是十分充裕 我可以等 那 要不然 我再去问问 谢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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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办法 我担心骆总 他没有耐心 妈妈已经没有耐心了 那您这么做 是为了什么 为了家侯 我希望他能够 有自己的空间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也期待他能有一天 明白家人之间的责任 那于笑笑呢 我们拆散他们 又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弟弟 被任何人伤害 被任何人欺骗 如果你有弟弟 你会明白我的 我懂了心结 老白 你先别动 怎么回事 他还没走 他不走了 他一直在那儿坐着 你好 我是包瑞尹的戴盈夕 请问恒星老师在吗 你也是来找恒星老师的 还有别人吗 还有别人吗 戴总 笑笑 你刚才是不是有事要问我 戴总今天也约了恒星吗 没有 其实 我是第一次来找恒星 我们两家公司是竞争关系 我所做的 相信你能理解 我能理解 自从蜜亚秀以后 你的才华和能力 我一直都很欣赏 等等 你不会是想挖我去玻璃吧 我是绝对不会跳槽的 你也太小瞧我了吧 我戴盈夕 做不出来这样的事 是 但如果有一天你主动离开了瑞克 我随时回 别想了 这次下部的项目 我们瑞克志在必得 我们包瑞不会放弃 戴总 我的目标就是追上你 然后超过你 好吧 那我接受你的挑战 你可要好好加油了 会的 戴总 行了 你别叫我戴总 戴总 戴总 你可以叫我应熙 或者你叫我戴戴都行 工作中 我们已经是对手 生活中 却别搞那么奇奇怪怪了 好的 应熙 那我先走了 拜拜 笑笑 以后 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给我讲讲 风鸣的事吗 看本小姐的心情吧 走了 拜拜 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 哦哦哦нем哦 哦哦哦哦 之后才冒 辛苦了 至于吗 给 你怎么来了 方案是我出的 我自然来监督一下 你的执行力啊 怎么样 猪 我就是担心 我这么发传单有用吗 当然有用啊 首先 你传单是发得七七八八了吧 其次 有人当着你的面扔掉了吗 那没有啊 你都不知道 我都把我幼儿园学的那个动作 我都用出来了 我看到了 厉害 那是 到时候火锅店要是红火起来了 我给你寄过 你 寄好了 别动 汗流这么多 流到眼睛里会痛的 请 走 您请您请 别客气 不是 那就谢谢了 今天在我们开会之前呢 我们 首先欢迎 咱们公司的投资人 洛总的到来 谢谢 谢谢 你们这设计圈呢 我是外行 今天就是来旁听的 袁总 您进去 您太谦虚了 请坐 谢谢 晓晓 好 开始吧 夏布 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面料 洛总监 这两天的彩风调研很有效果 这次的创意基本没什么问题 把夏布的材料 和波西米亚风有机结合 很有意思 你送我的这件衣服真的 太漂亮了 你都还没事 怎么知道你喜欢 我说的是这件啊 这不是你送的吗 这件 不是啊 这是我送给晓晓的 这是我送给晓晓的 没想到你能喜欢这件衣服 我太开心了 啊 这我 啊 昨天不是不小心把你衣服弄脏了吗 我就故意不去 我特地去给你买了这件衣服 没想到你一大早就穿上了 还挺好看的 我 我 嘉航 嘉航 笑笑 带总 是的 而且我发现夏布项目的材料 比较偏硬 如果作为大面积的服装面料使用 很难满足现在市场的需求 所以我想在设计上 多做一些融合 对 只要把市场应用部分再完善一下 就完全没问题了 好的 带总 没问题 那如果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行 陆总监 你是身体不舒服吗 看你状态不好 没事大总 可能昨晚上没休息好 有点落枕了 行 那你回去好好休息 照顾好自己 谢谢大总 这大概就是我的一些想法 陆总 您怎么看 我今天就是来感受一下公司的氛围 这专业的意见 还得您来提 您太客气了 您不妨也说说想法 给他们拓展一下思路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坦白说了 好 请 是 我觉得于笑笑设计师的设计方案 重规重矩 我个人不是特别满意 我是个商人 投资Rick就是看重Rick的商业潜力 于设计师的这个方案 设计理念和创意方面 我就不多加评论了 确实很专业 我想从设计的实用性上来说 夏天即将过去 秋冬即将来临 服装设计是需要前瞻性的 你的这个设计 商业落地价值到底有多少呢 是否会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呢 说实话 我并没有看到 所以就失望了 袁总 洛总讲得非常有道理 晓晓 你怎么看 袁总 袁总 我还有一些话没有说完 抱歉 打断了 没事没事 您 您继续 没事没事 我知道于笑小事公司 是重点培养的潜力新人 也是得到了恒星的青睐 但是我觉得 新人还是要脚踏实地地认清自己 比划重取宠 不切实际 来得更重要 您说是吧 是 小小 接下来把方案再完善一下 好吧 一定要让洛总满意 好的 袁总 好 袁总 实在是不好意思 今天说得太多了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肯定是有不好的地方 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您讲得非常好 我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会议要开 不如我就先离开 你们继续 好 那我送你 您留步 留步 你慢走 洛总 还有什么事情吗 洛总是觉得我的方案不切实际吗 好 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的事情 在我这儿可行不通 我余笑笑不是什么凤凰 你也不是什么高枝 我说的可是公事 不是私事 我想抛开感情来说 您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我刚刚所说的 关于季节前瞻性的意见 那就先谢谢您了 我可能会让您失望 但绝对不会让公司失望 晓晓 我跟你说 我快郁闷死了 怎么了 我们今天开的项目会 我的方案 被否掉了 你那个疯的创意很好啊 不说了 今天 得加班修改方案了 晚上程叔叔出院 风鸣说要一起吃饭 庆祝庆祝 那 要不然你们先去 等我这边忙完了 我去找你们 还是我去接你吧 别别别别 你要是来了 我更没办法专心修改方案了 那 晚上见 十万块钱 你点点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不是落大美女之前借我的十万块钱吗 我还你 还我 还你 但是我记得之前借你的是二十万吧 那十万就当彩礼了 谁跟谁的彩礼啊 你弟弟跟我妹妹的呀 实在不行 咱俩的也行 余先生 你请赐重啊 别紧张 我开个玩笑 不过说实话 这事我办不了了 另外的十万块我确实花光了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还你的 其实这个结果呢 我早就预料到了 没事的 我理解你 如果换做是我的话 我也不会这么对我弟弟的 落大美女 抱歉了 行了 没什么好抱歉的 之前那笔钱 你也可以不用还 你说什么 就当做是 我从你这儿 得到余孝孝的消息咨询费了 真的 你要不要再咨询点什么 要不然这十万块钱 我再拿回去 我再拿回去 可以 可以 赢了 真的 我们冠军今天有点酷啊 猜猜 快了猜多少秒 多少秒 二十五秒 真的 恭喜啊 太开心 谢谢师父 我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快下来啊 快下来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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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怎么样 哭了 过分了啊 对不起 没忍住 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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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破 没破 我看看 看看 我脑袋别掰了 没啥 凑合能用 什么叫凑合能用啊 不 不至于吧 晓晓 南姐还有多久 您先走吧 我还得一会儿呢 那 我走了 嗯 加油 嗯 加油 南姐 嗯 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让女魔头看扁我的 相信你 嗯 喂 晓晓 我在你们公司楼下 陆师兄 你怎么来了 我想和你吃个饭 不用了吧 我加班呢 没事 我可以等你 那再说吧 再见 陆师兄 越南 你怎么来了 你还没走啊 啊 你是来找我的吗 哦 我来找笑笑 哦 好 她 她好像已经走了 是吗 嗯 她 她刚还跟我说在楼上呢 哦 哦 我没看见她 那 你先在这儿等她 我走了 好 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啊 哪怕你只看我一眼 就一眼 对了 师父 嗯 我送你的熊猫服还好用吗 我还一直想问呢 为什么必须是粉嫩的女熊猫啊 我老被人误会认错性别 我 我可尴尬了 这你就不懂了吧 物以稀为贵 大家看多了寻常的熊猫 对你这样特别有上语心 又特别可爱的小熊猫 有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 你的意思是 为了营销 那当然了 因为好奇呢 大家就会关注你 因为关注你呢 就会关注火锅店 因为关注火锅店呢 你的传单才有效 是不是 我说戴大小姐 你这脑袋怎么长的呀 这简直就是天生做生意的脑袋啊 你说得对 然后大小姐 映熙 映熙行了吧 叫映熙 乖 乖 对了 今天晚上 我 我去接我爸出院 你跟我一块儿 我就不去了吧 为什么 你也知道 如果我去了的话 叔叔可能就不想出院了吧 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没事儿 但是 我还是不去了吧 我还有点事儿 行吧 我去火锅店找你还不成吗 晚点的 别生气 多大点事儿 嗯 你说的啊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是吧 我个人都在这里 我自己家的都在家里 还没有人家的 看起来 行吗 你怎么看起来 你怎么看起来 不是不让你来了吗 这么晚了 我能放心你一个人走夜路吗 本小姐什么时候害怕 一个人走夜路了 你等一下 我马上下来了 好 骆家衡 还真是巧啊 完了完了 忘了陆师兄了 你来干吗 你又来干什么呀 我来告诉你 不要再纠缠笑笑 不是 不是你有什么资格 跟我说这种话呀 陆深 从今天开始 我会追求于笑笑 骆家衡 我也告诉你 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于笑笑 你们两个在干吗 笑笑 没事 我俩就是 刚好碰见了 打个招呼 打完招呼了吧 那我们先走了 笑笑 干吗 我想和你聊聊 我们赶着去成叔的火锅店 陆师兄 风鸣一直在催我们 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 家伙我们走吧 笑 用心 你怎么出来了 我看你把包放前台了 你怎么不进去 我出来透口气 我知道 是因为我爸爸 他脾气就那样 你别放心上 我们进去吧 好 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很快了 催催催催 天天催 本小家腿都快断了 那就慢慢走啊 那个臭柱子一直在催怎么办 给我 就这么办 就这么办 骆家恒 我发现你小心思挺多呀 之前追女孩的时候 没少用吧 你可是我追的第一个女孩 谁信呢 我可听柱子说了 你心里还有一个女孩 想不承认 老实交代 我 我那个时候喝醉了 醉坏你也行 我们中国可以有句老话 叫酒后吐真言 快老实交代 那就等你正式地 成为我的女朋友 我再告诉你 骆家豪 我 我发现你套路挺多呀 本小姐就勉为其难 我不是要你现在打赢我 谁答应你了 我是要打到你张了为止了 晓晓 说真的 等一下 你要怎么把我介绍给她吗 要那么复杂吗 直说就好了 我对你认真的 等等 本小姐还没答应你呢 你不要偷换概念 我没偷 快走吧 下次记得把你手机也关了 走 余叔 封明 请 怎么了这是 这位美女是谁呀 这位是戴映夕 新加坡人 我朋友 你们好 我是映夕 怎么又新加坡人 来 来 来来来 让让让让让 让让 来了 我爱吃了脑花 来来来 这个不能给你 这个是 给我们家笑笑的 我只要脑花 来 来 笑笑呢 笑笑怎么还没来 说跟佳恒在路上呢 快到了 我估计啊 脸上压马路呢 你等等 跟骆佳恒 什么 风鸣啊 这什么情况 这 是这样子的 风鸣邀请了笑笑和佳恒 一起过来 爸 脑花凉了 吃脑花 程叔 你也快吃 我去厨房了 你说现在这个年轻人 吃个饭 都不懂得端菜 叔叔 我去就可以了 别别别别 我可以 别动 你别 行行行 你让他去吧 让他去吧 他就是来帮忙的 叔叔刚从医院回来 休息休息 没事 干什么抗海 我自己心里没点数嘛 我怎么没数了 你不是说了吗 笑笑都跟人家 压马路去了 你还笑得出来 你多大岁数了 我跟你说啊 笑笑这个事 马上给我搞好 你不着急 我还等着抱孙子呢